另外明天就是民进党全代会 这几天党内的青壮派立委 是把焦点放在两岸政策还有交流上面 不少跨派性成员决定要提案 要举办中国政策大辩论 以及制定台海人权决议文 而立场要正视两岸议题的 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 当然是乐观启程 民进党全代会即将登场 这几天党内终身带磨刀霍霍 纷纷表示将在全代会上提案 对两岸交流和中国政策 态度短趋积极 像是党内青壮世代提议举办 中国政策大辩论 身为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议员 谢长廷乐观启程 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人民了解 透过辩论找出一个贴近民意 能够守护台湾 能够再串我们台湾经济高峰的 一个两岸政策 这个是有必要的 多沟通 都辩论应该是好的吧 因应中国挑战 民进党立委对党中央提出严正呼吁 中国事务委员会也正面回应 表示已经安排酒厂的对中政策 华山会议 广纳不同声音 除了中国政策该讨论 立委郑立军等人也将在全代会提出 台海人权决议文 盼望促成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 但大陆政协主席与政策22号强硬表示 如果民进党敢说不搞法理台独 就愿意与民进党接触 谢长廷这不以为然 案的交流 基本上就是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民进党跟共产党中间有差异 这个有差异才需要交流 降低误会 降低敌意 双方任何一方 以说你要改到跟我一样 我们才能交流 我认为这个都是不切实际 主张台湾应该走出去 也是民进党第一个 与大陆高层有接触的核心人士 曾经提出宪法各表 试图找出民进党两岸交流的活路 当初孤掌难民的情形 曾让谢长廷备受挫折 不过随着中国对台挑战 日益严峻 越来越多青壮世代响应 也成为民进党无可回避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